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吴远欣 相信大家都听过 在内地的房地产业有一个名词 叫做金狗银十 意思是每一年的9月和10月 是楼市的一个销售往期 而且地产业界 亦都会趁着这两个月 向全年的业绩发起冲刺 但大家应该都知道 今年的而且确全球都笼罩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 无论是哪一行 应该都受到了重创 本澳的房地产业也没有例外 无论是租售市场 其实整个楼市应该是一个疲态 成交的数字更加令人心寒 在年初的时候 但趋着疫情的逐渐恢复 我相信不少业界 现在仍然有点信心 但仍然对下半年 应该有点观望的态度 希望可以尽快令本澳的经济 恢复以往的水平 所以我们今天会讨论一下 疫情下边的澳门房地产发展 首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有 澳门房地产联合商会 青年委员会副主任李俊鸿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澳门青年法学会会长 曾新智先生 曾律师你好 你好 民众青年会理事长 吴超伟先生 吴先生你好 大家晚上好 我们节目非常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的 电话号码是 2878-9192 2878-9192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Facebook的直播上 留下你们任何的意见 尤其今天是讲房地产的 我相信各位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事不宜次 我们首先来问一问 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李先生 李先生也是一个房地产的中介 我想请问一下 其实今年的疫情之下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业界的情况 因为我怕市民可能自己不是很熟悉 首先介绍一下好吗 好啊 没问题 其实呢 今次的疫情 由年头讲起了 其实对租任市场 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来的 现时去到某一些旅游区 其实大家都会见到有很多个吉舖 就是空置了的一些商铺 其实因为可能主要澳门 都是一个旅游城市 以这个博彩业为主的 当那些铺主发觉原来做不到生意的 其实他就会慢慢受到一些压力 可能是铺租的压力 或者是租金的压力 那个人工上的开支 慢慢就要退出这个市场 其实这个也都直接影响了澳门一个楼市 对于那个买家对于楼市的信心 就是好像如果那个客人 他是打算去买一间铺 作为一个投资的用途的话 他就会担心了 会不会我是收不到租金的呢 另外呢 亦都衔生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说到可能变了 那些员工是没有饭开的 或者变上那个 薪酬是减了的 绝对会影响了他们的信心 那因为可能本身供楼 当买一间 我当每个月供两万元左右 那其实二印行压力 测试大约就是四万元 松一点的 那但是可能他变相减了一身 那可能只剩下三万 那可能他就会作为一个准买家 就会考虑这个情况 我应不应该入市呢 或者我也都有其他的开支 去令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一个压力 那其实现时很多都会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对于你们业界来说 因为减少了买卖 双方可能都减少了一个买成交这件事 会不会对业界的一些生存也有一些影响呢 其实都会的 因为除了成交 其实你会见到近几个月的成交 是每个月大概五百到六百宗 那相对来说的话 那个成交可能上年大概一个月 可能会多一两百宗 那绝对对于 因为始终我们这一行 都是以用金做收入的 那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 那就是另外 现在的前景不景气 有很多会遇到的情况就是 准买家会有一个却步 那所以绝对会有影响的 好多谢李先生 李先生由自己的地产中介这方面 也都说到买卖双方可能都因为疫情 受到不少影响 那接下来我首先要再问一下青年人 一边再问一下现在的情况之后 我们再问律师一些解决的方法 或者一些想法 那超卫 我想问一问你 你自己身边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社团的成员 今年有没有对一些置业的计划 有些修改 或者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受到了一些影响呢 我想就大环境来看 其实都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其实根据政府的最新的数据 我们那个失业率已经去到一个 叫做三的水平了 那其实也有很多大家 很多那些叫做 从事博彩遇到业 或者是其他地方 其实有很多都是叫做 叫半薪留职啊 那样 其实对于青年人要买楼 或者要怎么样的话 其实都有一个叫做观望的状态 正如李先生所说 那边商来说 他们体会多的 因为近期都收到不少的朋友 其实看到现在市面上 其实都是有一些新型的楼宇 都开放了 那也是一些叫做开放式的户型 那其实都是有留意的 但是说最后要叫做 能不能够成交呢 那其实都最终要看回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压力测试 那工作的稳定性啊 或者是政府在未来的楼宇规划 他们会不会看到叫做一个曙光啊 那因为其实我们都谈开的 其实最多的其实是 是说一个健康的楼宇的阶梯 那一个叫做稳步发展的情况之下 叫做青年人才可以去到私楼 因为其实不是说青年人买不到楼 其实大家不是说买不到楼 只不过是我们要给首期的部分 其实比较吃力 那怎样去令到青年人有能力 去给首期 其实这才是我们的 叫做看的重点 那其实如何建立一个叫做房屋阶梯呢 那是一个健康的楼市的发展 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 其实才是一个叫做 叫做稳中求变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青年人的这个状况 那关于事业 刚刚你讲到关于首次事业 或者是想卖楼 那已经上了车的一部分 会不会因为 今次一个疫情的影响 他们现在每一天公楼 好像刚刚李先生都有讲过 可能每个月公楼 因为又变相减薪的一些问题 而受到影响 那样呢 现在收回来 就是和青年朋友说 那大致上 现在就有几类的 那暂时未收到 或者是停工的情况 因为可能呢 那自己停工的时候 过往自己 因为都有公楼 那一定会有少少的积蓄 再加上其实有家 其实都有一个叫做 经济的支援的 那边商来说 对于那个压力上呢 就是存在的 那但是 是不是要去到 叫断工的情况呢 那暂时呢 在我们这些青年朋友的圈子里面 都还没听到这个情况 那但是他们都会有个 担心一个隐忧 那因为 其实移工代振 或者是政府的 那个换助 其实去到年底 其实有 我们看到是有 另一波的情况 会出现的 那到时 会不会社会上 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那也都是 我们都要有一个 叫做 预估 评估在那里 留一个空间在那里 那到时 我们要怎样去处理呢 那这也是 需要拿出来探讨 那样 好多谢超伟 其实说真的 有些青年人 可能首市置业 无论是首市置业 还是公楼 政府也都提到 第三轮的一些 经济补贴计划 暂时都还没出路 可能他们都会担心 自己的经济问题 那刚刚 既然说到这个情况 那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可以问回律师了 两边都说了自己的一些 就是担忧 或者现在疫情之下 其实情况都不是那么好 那以你的角度来说 其实政府推出了 就是之前在楼市的时候 就推出了很多一些辣椒 希望可以令到楼市 不要升得那么快 但是这个时候 去到这个阶段 你会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政府的辣椒 是不是更适宜呢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的问题 全世界都受到影响 那有关的那个辣椒 我个人认为 纯粹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说 认为应该要 适当地去桑榜 因为我们的辣椒 要分两种 那我们也看回政府的那些 法律的规定的情况 那我们在09年 那时候就刺激了那个 楼市的发展 就推出了 那个引发税 去足足修改 原本过往 09年之前 那个引发税 就是全部挖1-3%去计算的 那在09年之后 那我们就推出 那个街梯式的 大增的认识 就是说 首两百万就是1% 两百万至四百万就是2% 四百万以上就是3% 那这个方式 都有刺激到那个楼市的发展 那见到楼市都有复苏 那我们政府在2011年 就推出了辣椒 那开始那个辣椒 就是针对那个买家 房子买家去那个 不是 针对那个买家 房子那个买家 在买了那个楼市 叫做物业之后 那个第一年 第二年 房子会立刻去变卖 去投机 进行投机的那个活动 那第一年 你买出去的话 你不足两年 去买出那个物业的话 就需要给回 特别的辣椒 是20%的 那如果过了一年 再去买的话 就10% 那这个就是我们2011年 那时候推出的辣椒 就针对所谓的 一些投机的那个买家 那它买出去就要给那个特别的辣椒 其次呢 我们在那个2018年 看到有所谓的辣椒 就未是达到一些法定 就是政府想要的效益 那它就突出一些 针对那个买家 那那个辣椒就针对 就是说 如果你原本有一套房子的话 我们是不会去理会的 就是说你没有房子 去买房子 那我们就照正常的税收 去纳税 那当你第二套房子的话 就需要给多5%的特别的辣椒 那第三套呢 就需要给多10%的特别的辣椒 那我相信呢 一推出了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上下夹击 那将那个买家和买家 那个人数锁死下去 那变相呢 是吧 流出市场的那些货 是吧 就会比较少一点 那就变相呢 现在那个流市呢 就是不想不下 不想不下的意思就是 我作为一个投资者 那我买了那时候呢 就是可能很便宜买进来 但是问题是 现在看我很便宜买出来 它就不值得的 那为什么呢 当我放了之后呢 没有能力再重新买一个层楼回来 那市场没有货 那那个买家 或者那个买家 他想去再买 找不到那些货 或者那些楼 可以选择的楼宇 那个数量就少了 那买家也买不到 买家也买不到 那基本上 就处于一个局面的状态 那所以现在那些楼价 那即使政府 想说 不要楼价升得那么高 或者升得那么快 那问题 有关于 那个政府政策 又锁起来两边 那变成了 就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这样 好 多谢真律师 就是看你这个特别印花水 其他两位嘉宾都非常之认同 提到这个辣椒 所以我就要由我身边的李珊 开始问一下 刚刚你 我都见到你一只在点头 其实阿碧 特别印花水真的很锁死 那个市场 令到市场流通不方便呢 其实会的 举个例子 好像我自己遇到有不少客人 他想换楼 那他真的拿着一套房子的时候 例如他拿着一套六百万 那他想换一套三房 就说我如现时应该也要一千多一点 那么他中途呢 要先换五百分之百 那么五百分之百 就是要换他换50万 那么其实这个情况呢 对很多人来说呢 那个压力呢 都是挺大的 那么所以呢 那个五百分之百的印花税 就是那个水灯的印花税 是造成了有挺大的压力 那其实我自己呢 都觉得可以有点提议可以的 是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他现时呢 虽然政府有个机制是让它退回5%印花税 但是它要在当你卖了之前那间楼 再转了名字,脱了名字了 拿一张炒纸出来,就是说已经不是我明白的了 那你就可以申请了这个退5%的税项 这件事是当初买新的那间楼,大概是纳印花税的时间 计一年来要完成了,其实时间有点紧逼 因为只计普通的成交期,现在基本上三个月 但是因为现时疫情,其实有时候人们在换楼 可能他们也要搬屋那些东西 那它的期可能会再长一点,甚至有些长到半年的 那一年这一个退税期可能会比较紧逼的 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是可以去调整一下 或者将那5%的税项,然后收 可能一年之后我才收的 那如果一年后,一年后它发觉它真的脱了名字 我交到证据了,那就可以直接不需要做退税那方面的动作 那它中间的压力也不需要那么大 那另外刚才吴先生有一件事都说得对,现时有很多流域 其实就会出现了就是新楼 主要出现在,那些尺数相对比较小 400尺500尺,因为第一首期低 第二它可以做到就是现时有一个法例就是 成交价如果是抱纸800万以上的就最多可以借5成正常的情况下 最多借5成,就是那个买家的首期至少要拿400出来 那但是800万以下的楼就可以借8成了 那就是我当间有700万2714可以拿到140万的首期出来 就已经可以买到,那其实这个情况其实都挺不健康的 那所以我其实自己和一些业界都有一个意见 就是这一方面可以是以银行自身去作一个准则 因为除了那个上限之外,有其他的标准的 可能就是说压力测试啊,你的收入是这个供款的一倍 那才可以的,那其实银行自己有能力去做这个监管 那或者换句话来说,银行是借钱的那个 可能它都会比政府更加贪心,哥布贷款会不会有个问题的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关于楼市的买卖上 可以因应现时的需求去改变 例如可能800万,就说说退到可能1200万 或者好像刚才那样,因应银行对这个客户的能力 那就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借贷乘数 好,谢谢李先生,李先生刚刚说的一些措施 其实都是帮助更多的买家,可以放心点去买楼 但是说到买楼,应该新力军应该都是很多青年朋友 那这个时候想问一下超卫,刚刚两位都提到一些措施 或者现在一些限制,其实是不是真的影响到一些青年置业的呢 尤其刚刚李先生可能提到的,换楼换楼 可能是对一些想结婚的青年朋友 会不会真的有限制,至于他们很难换到新楼或者卖楼的那样呢 我想分到两个部分来说,如果是楼换楼的话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的,因为本身已经有个物业在 有个叫银行可以看到有个资产你可以换到 只不过是在市场上,你卖出去的那个单位 恨不合乎你预算而已 而在没有单位的情况之下,那些青年怎样去置业 这个才是大家比较困扰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看回现在那个市面上,其实有一种感觉 就是叫做两极化,怎样两极化呢 那社屋我们知道是被一些叫做社会保障,是一个安全网来的 那一般的有能力的青年人做的上班 那一般的中位数收入,按回我们统计局的资料 一般我们居民的中位数就两万元 那两万元其实在我们的社屋法里面 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标准的了 那它其实已经是不可以去到社屋了 那如果你去经屋或者叫做推去私楼 那经屋的话,那大家看到其实那个牌的年期也比较长 那其实过往我们是一些的一、三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都比较夸张,去申请的年数 那而去回我们叫做私人市场,那刚刚我们也提到 其实一个刚刚李先生说的,我们计算的乘数 一百四十几万,那青年人拿着万五元人工左右的隔月薪 什么时候才可以一百四十八万 那如果不是真的叫父辈那个积幅这样给自己 那其实你都其实都挺难想到 那这一百四十几万,其实看到好像比较便宜 进入这个门栏,尺数也对 也都是叫做可以叫做两夫妻去做一个家庭 那但是一百四十几万对于一个正常的青年人家庭来说 其实都是一定的负担,一定的压力 那所以这件事其实要怎么样是一级级地製造上去 令到我们青年人叫做能不能先走后买 或者一些政策上的倾斜给青少年人 这样怎么样去流动私人市场 因为其实私人市场我们讲的是,你有能力的情况之下 我留入私人市场,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你的私人市场可以自由买卖这样的 但是政府要做一个什么的宏观调控呢? 让我们能够去进入这个市场呢? 其实我们都需要去不停的推动,不停的去说这件事 好,谢谢超伟,超伟真的说得很对 在座各位都是青年人士,应该都很明白 有时可能上车就有点点难了 那我们现在线上哪一位余先生在事 你都想听一听家庭观众对这个想法是怎样的? 余先生你好 主持好,各位领导好 就是那个楼市,不要说是疫情 或者是之前,其实很自从那个 那个赌权开放之后呢,是麻烦的 我自己买楼都是靠父母支持的 就是说真的,当时的薪酬 你的首期都是很难拿出来的 好了,就算今天我经常都跟那些青年人 或者跟那些朋友说 我今天住的楼呢 我今天跟我老婆的份人工是买不回 我现在住的那层楼的 就是升了是五倍左右的 那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市场是这样的 那你政府怎样做呢? 但是问题就是,大家理性 我觉得真的这个问题因为是很... 大家很需求,所以更加要理性 就是说,究竟是因为政府问题 政府不到位 还是因为你外围经济因素影响 特别是,就是很多欧美国家 走去那个... 因为我们叫做变相 就是变相跟美元挂钩 那别人不停印 你那条数字,你自然会下来我们那里 我觉得就是说,政府在这个政策上 刚才又有嘉宾提到 我觉得是非常赞同 比如先租后买那样 但问题就是当年,我自己都做过青年工作 有些青年朋友很支持这个政策 有些朋友,青年朋友很反对 有些青年朋友就是觉得 我为什么要先租后买? 你政府要立即被留学 那问题就是 纽结在这里 其实在那么多个或者在澳门街 那么多个家庭,那么多青年人 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政府很难去一刀切 或者用一个政策或者两个政策解决问题 其实澳门街只有两个政策 一个就是经济狂,一个就是社会狂 但是澳门街这么多个人 一个街区大家面对的问题都不同 跟一间公司的人,大家面对的很不同 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之前,辛哥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辛哥在这些问题上一定要做合权 一定要做合权 而且要适时去面对解决问题 好像现在不单是澳门在香港 或者内地在走一些所谓的辣椒 是,你是压制的楼宅 但市场供应少了 变了刚衰的,其实市场是少了的 其实市场少了 你自然有些很需要的朋友 是不是变了更加困难呢? 就是眼睛有两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 不是说三月两月就要谈一遍 但是我觉得希望整个市民 澳门居民或者政府 要很理性去看这个问题 多多巴黄 好,多谢余先生的电话 余先生也提到这个青年置业的问题 我们一会儿再详细讨论 还有我们要先入一入这个天气和广告 之后我们会接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而且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现在首先入一入天气 欢迎大家一会儿 继续看澳门开港 Score 欢迎大家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刚才家庭观众余先生 提到青年置业的一些想法 他认为青年可能不需要一步到位 即刻买 可能会先试试其他的 首先,例如先租后买会比较好 但同时他也担忧 即可能公屋和私楼之间 如果政府不可以平衡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问题 这方面我想问一下李先生 李先生,你又怎样看公屋和私楼之间 怎样平衡才能满足澳门居民现在的一些想法呢 其实我说回我自身会遇到的周边的情况 经过上次政府有提出过关于新经乌法 对,新经乌法 对,新经乌法 其实对于申请的收入和年龄 也是将要求提升了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例如你买回来的时候是一百万的 到时你过了过渡期 你可以将它出售的时候 你也是要以同样的价格 去卖回给政府相关部门 我身边有不少的 有些朋友或者有些客户之前 都有想过会不会申请回京屋 其实会比较负担少一点 但由于种种的原因 其实最后他都会考虑购买一些 比较总价低一点的 因为其实说回青年首置 他如果入市的话 好像有些唐楼 其实他二百多三百多万 首期在三百万 那个三百万以下 其实可以低至一成的 老实说 有些可能首期 真的二十多三百万 都可以买到 其实有些客户 他真的帮儿子去想 他爸爸妈妈都没什么钱 都不需要一步到位 不需要去买一些 甚至追捧一些会所楼 他就可以以一个较低的压力 去上到车 至少可以有一个安居的地方 刚才余先生其实他又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先租后买 其实都是一个办法来的 因为始终我自己觉得 大家都年轻人 其实都要一段时间去拼搏 去存那个首期 可以慢慢来 拿到自己的dream house 好 谢谢李先生 李先生刚刚都提到了一下 关于这个 怎样可以平衡这个公屋 和私楼的一些需求 那我们在线上面 还有李先生在线 我们先听一听 线上面家庭观众的看法 李先生你好 是 李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李先生你好 听到这么多位嘉宾 对于这个 我们澳门的楼市 有不同的意见 那当然了 我们现在正在针对的 讲一下年轻人 年轻人去买楼 真的挺辛苦的 因为现在新楼很贵 也不是一般的家庭 随时可以拿出一个这样的金额 去供 或者是一次过买 那刚才听到 但是我也是最后一句的 我觉得是 你是量力而为 当然了 你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怎么会去买一间800万的楼 或者想一间很新的 又说会所的楼 刚才李先生也说得很对 他说现在还有一些 两三百万的楼 其实你上车盘也还有很多 为什么要把自己推入一个 心怨这一世 就是说一开始 就要和一间房子 做一个屋子 那就捱多二十年了 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是买了两三百万的楼 三百万 左左右右 你慢慢去逐步 去建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 然后换楼 你不是一脚就踏上去的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习主席说了 楼不是用来炒的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这个言论一出来 澳门也是全世界的 就是中国 不是全世界的 楼价也是很明显地向下 调整了的 不要说调滑了 调整了的 还有呢 是不会一个 好像不理性那样去升的 那澳门其实呢 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土地呢 政府也收了不少土地回来了 限制土地 但是我们相信特区政府呢 它的毅力真是很足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过往我们的京屋、舍屋呢 是被很多人批评 当然了 我们这个公务运输司的设定呢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收千年 就散了又来过 那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呢 就是一个可以看到 个案的方式 去慢慢去等了 但是呢 我们特区政府是很用心去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收回来的土地呢 我相信有不少呢 都会是放进去我们的京屋和舍屋的 年轻人当然呢 希望有自己的安乐 我哪个不想啊 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 去面对现在这个环境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相对来说收入也好啊 经济也好啊 都在下滑着 是不是这么急需要 一定要现在去入市呢 究竟是不是现在入市是适当呢 老实说 买地产的每一个 都没有说最适合那段时间 什么时候最低 什么时候最高的 是在说你的能力 你自己的能力 经济能力 怎样去购买到楼宇 等你又降落 但是是不是 现在立刻要去做呢 是不是今时今日 这样的环境 你立刻要去做呢 我相信 未必的 还有很多的时机 因为我们都要挨几十年 慢慢积累回资产 才可以 慢慢供楼地供回来 都不可能一次过 就算便宜都不可能一次过 那希望那些年轻人呢 将自己的自身能力 去看清楚先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买 还有呢 相信特区政府 它的未来的京屋 社屋都是很多的 但是还有呢 就是我们看到横琴的开发呢 就是不断去 有些地方呢 我们的特首都说 会搞到京屋舍屋 那其实未来呢 都会有很多的 澳门 地产 会是怎样呢 我相信是很需要 我们特区政府 和何特首呢 是给一些力量 令到那些年轻人 有一个信心 足之有一天 一定等到 不会太久 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 那么 希望那么多位 也都看一看这个环境 给多些意见 我们特区政府 很希望让年轻人有些居所 谢谢你 好 谢谢你生意见 看来都非常之 看好青年人的置业问题 但是我们刚刚都谈到了 可能法律法规这些问题 我想请你一下曾律师 其实刚刚既然说到 置业问题 现在推出的很多法例 都是规范私人房屋的 一些买卖 或者一些法例 但是你觉得 是不是真的限制了 它的发展呢 而且如果是年轻人 置业的话 会不会政府推出 一些新的法例 是不是鼓励他们反而会好一些呢 现在 我自己觉得 如果现阶段的辣椒 不要做一个松绑 或者放寬 都很难说 令到那些年轻人有意愿 或者意欲 去购买房屋 因为为什么呢 虽然两位嘉宾都说了 现在那些年轻人的状况 我都很赞同有关 有关刚刚听众的电话 其实年轻人买楼 是要量力二维 量力二维 如果假设自己有能力 买的 很多时候 就说 它们有一套屋 或者是没有屋的话 它们可能会上去做投资 但问题就是 现在基于辣椒的原因 令到市场很多那些 叫做房屋的数量是少的 它难以去选择 所以我觉得有关辣椒 不妨就松一松 包括有关的 叫做 那个 买了之后 多少年内 不可以去出售回去 可以将它 适当地去缩减 針对一个 持有物业的人士 是可以吸烈松绑 另外一方面 针对一些 叫做 买家 刚才李先生都说了 其实适当 将有关的 买地套房的时间 去退税的时间 可能会适当去延长 因为我们也试过 有些客户 都中个招 就是说为什麽 虽然给了一段时间 我们去 买回我们先前的一套 但是呢 现在的疫情问题 或者包括 或者惯上的交易 房屋的交易 那边都需要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那万一要停一停 那时间过了的话 就是无端端 那个 叫做 那个 买家 那无端端 就要给多一笔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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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个百分比 都不少的 如果你说按照五百万来计 那五个百分比 都要额外 都要给二十多万 三十万出来 所以相对来说 对那些买家 或者换楼的那些 那些用家 是一个 二度伤害 可以这么说 就是本身 自己都说 可能集齐家人 所有的积蓄 去买一套楼 想着来换楼 谁知道 那些时间计算上 可能存在一个难度 那变相 就是说 这方面就要给首期 接着另一方面 就要给大月份税 那些都是一个很吃力的 嗯 好 多谢曾教授 但是他的而且 他说了很多 现在年轻人也好 其实整个本路居民 在职业上都遇到的难题 那我们现在再来听一听 家庭观众的电话 先完之后 再来进入这个讨论 现在线上有 王小姐在线 王小姐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家编好 澳门的房屋 真的比香港炒得还贵 我前一段时间了解了一下 地产 协助卖楼的地产方面 地产呢 跟这个建筑商勾结了 因为他让地产盖好楼以后 去选单位 选完单位以后 他根据财政司的要求 两年以后放盘 他不用纳税吧 两年以后放盘以后 他的钱涨得越来越高 你政府不介入 你这个高价的楼房 一直下不来 你再出辣椒味都没用的 问题我们政府特首也很关注 青年人的房屋问题 现在青年人 他工作几年 首期也没有这么多 你八百万的楼都要四百万首期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现在年轻人都到了适婚年龄 我们多少年都不盖金屋 公屋多 公屋多都是大陆的移民 新移民和金屋 也新移民先分配给他们 我们本地的年轻人就是 跟着排队 就跟着陪跑 现在政府就是要真正的解决 年轻人住房的问题 如果你金屋弄好了 也不可能年轻人就去换楼换楼吧 就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 赫大首都讲了吧 那个A区的地也很好 那个井也很好 那都盖两棚一厅啊 满足年轻人的需要啊 就不要再换楼换楼了嘛 因为澳门的地是有限的 现在又收回了这么多地 希望政府要加快努力建金屋 给年轻人 另外旧城改造也要抓紧啊 放了一边又 现在又听不到音了 二十多年了 旧房改造 这都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一定要为年轻人着想 年轻人都想买 买新楼买好楼 你买了旧楼四五百万 你都不知道里头的水口啊 什么什么哪里坏 是不是 如果重新装修 还是真的看不过眼 确实政府要真正的抓紧问题 好 谢谢王小姐 看来王小姐在青年事业上面 可能她都是一个 就是爸爸妈妈级的人 当然看到青年事业 也确实有点困难 超伟我想问一下你 其实除去疫情的影响 近几年年轻人买楼 是不是真的存在 就是第一套 可能李先生好像刚刚所说的 首先买低一些 然后要楼换楼 其实都好像王小姐 都说 都其实是一个 不太好的方法 希望都一步就可以买到 你们会不会都是这样的呢 我想不存在 不排除有这些青年朋友 上一开始就能够 因为他们担心的就是 往后有没有能力 自己有没有条件 去换一个叫做楼 或者是未见到以后 那个楼市的发展是怎样的 担心可能会贵些 或者是怎样的 所以是有存在一部分的青年人 希望叫做 我能够想的时候 就直接去到最好了 这个是有的 但是也都 刚刚也都正如李先生所说的 其实 家庭工作的李先生所说 其实年轻人 其实更重要的是 量力而为 这个我是认同的 因为刚刚出来社会做事的 一些新鲜人 怎样去能够靠自身的一些发展 因为我们讲的是自身的发展 你要有一个 达到一个水平之后 你才去置业 然后去做各方面 才会为一个全能的发展 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 忽视了自身的发展的时候 其实对于社会来说 或者对于 不要说是楼 那你各方面的 其实是一个不平衡的状况来的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如果是叫做房屋政策做得好的话 其实我们往后带出来的问题 会少很多 那如果是 就是刚刚所说 可能几位家庭观众所说的 有些是爸爸妈妈的 有些可能 过往的职业也都遇到问题的 那其实都离不开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我们的房屋政策 怎样去规范好 怎样去做到 叫做我们私立一个健康的发展 而我们的公共房屋 也都去达到它可以发挥的一个作用 那青年人其实要的是 我可预视到 我可见到这个购买这个目标 那最后才踏入去私人市场 其实是说的是这个 叫做循序漸进一个进程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有没有青年朋友 其实有担心自己 真的两头不到岸 又买不到荊屋 又买不到私楼 这方面 现在会不会都多了这个担心呢 我想不排除了这件事 因为其实我们见到 轮浮的一些地方状况 就是他们 确实有一部分的青年人 其实是两头不到岸 他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他就能够做的是一些 叫做反社会的一些思维 或者一些的情况 那其实这个我们是担忧的 那因为如果是那群青年人 他确实是上不到楼 也都是满足不到 他一个基本需要的时候 那对于我们特区政府的发展也好 或者对于一个社会的前进的步伐 也好呢 那其实是有一个阻碍性的在那里 那怎样去疏理他们的情绪 怎样去令到他们能够一个健康的发展 其实是我们特区政府要考虑的一件事 好多谢超伟 我们现在线上边还有一位家庭观众 他刚刚打电话来 可能大家对这个房地产业 也有很多想法 现在线上有李先生在线 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呢 我呢就刚才都听过两个观众 讲这个关于买楼的问题 嗯 我亦都是听到有位李先生是客座来的 嗯 是嘉宾 讲这个街梯式去买这个楼 是应该比较贴切一点 嗯 因为那些年轻人如果你说有个安乐窩 那你应该就是说 跌进的逐步地去走 不是说我一出来 打第一份工就要买一千万的楼 买八百万的楼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的 就不是说我现在一买就要买全新的楼 有回所 是当然是你一定要看你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本身接受的能力去到哪里 那这件事是最正确的了 是 做什么都是不可以一步登天 是吧 都是一步一步 这样才可以的 是 那第二呢 就有一位姓曾的 是曾律师 曾律师 是曾律师 是 他也都是提出的要求很对 我觉得就是说 现时政府是很应该 掀讨一下 现时这个辣椒 是不是要修改一下呢 就是正如客座 李先生 李先生所说 是否将这个辣椒这个税 买第二间房这个税 不要立它住 押后 你即时立了它 到时呢 这个买家真的买得切的 又要去退税 政府有多工作 那个买家有多工作 应该就是说 将这个辣椒 就算它真的要做的 押后 押后一年 或者一年以后 那个程序呢 这样就会好很多 好 多谢 多谢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的确认 也挺赞同几位嘉宾 可能大家都心有感受 但是说到 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说 买楼的问题 但青年朋友 在某一方面 可能其实都是在从事地产业界的 今年刚刚都听到 可能超委也说了 有些在这个工作上面 都可能会有点不顺利 今年的地产业界方面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房地产 在中间会不会有转行 或者一些其他方法自救呢 其实就相比起其他 就是我们经纪的行业 和其他和旅游业相关的生意 流失率绝对是比较少的 因为现时我们始终做经纪的 是要持牌的 持牌其实现时我们如果是断了半年 断了半年 你没有挂牌的 其实那个牌照就会取消的了 如果有流失的 其实我自己看回周围的 应该相信都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 如果你说自救呢 其实我会比较用另一个词 就是自我提升 那好像会将自己的服务质素提高 那或者将 因为现在市场的信息变化太快 那要将那个信息更新 也都要加快那个脚步 其实那些客人才会比较 这个经纪多好 这个中介人多好 我会选择你的 那另外呢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 有很多经纪或者中介人 现时是会直接将目标转移 好像我见到澳门的楼市 可能会快一点 慢一点 那其实现时有很多是 转移了去大湾区 好像内地啊 珠海啊 甚至现在很热门的横琴 那因为那里呢 其实都真是很吸引到 澳门人去置业的 总价低 一百万有些不需要的 其实已经有 那而且 他那边虽然你说地区不同 但是那个住房那个环境 因为他整个小区是 重新做的一个建设的 重新规划的 那边有一个 比较好的生态环境 那另外就是 单牌车 就是横琴那边 好像我们初期疫情那样 是会遇到一个 两地牌都过不了 过不了去那边的 但是单牌车可以 亦都是吸引了 不少的本地 就是澳门那边的人 去那边置业或者投资 甚至是愿意 将那个居住地 转到那边的 那其实 说回来就是 现时 经济 我相信都是 暂时性如果有流失的话 有实力的 或者甚至是 留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亦都会转型 去一个比较好些的 生意上的环境 去帮助自己 有个好些的出路 或者好些的收入 好 多谢李先生 看来大家 除了对本楼的房地产业 有了解之后 都开始向外发展 去到大湾区这边 但是 其实这几年都可以说 大湾区 虽然说是置业方面 都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征律师 但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按到现在最新的情况 如果本楼的居民 是有意到 大湾区买房 你会不会有什么建议 给他们 尤其现在 黄琴那边也蛮火的 没错 如果刚才李先生也说了 我们现在身边 都经常接收到一些客户的咨询 就说 因为我们在黄琴那边 都有一间 联令律师事务所 都会询问一下 一些买房的手组 或者觉得要注意些什么 在这里 我就建议各位买家 或者尽买家 想要准备入手 内地的那些楼宇 首先要了解回 内地楼宇的一些规定 因为始终我们澳门 涂生涂长 知道澳门那些买房的 基本手组 即使他自己都不认识 身边一定有一些朋友 买个房子 都有经验的 但是相对一些 在内地买房子 不是说所有人都有经验 包括我们经常都 受到一些客户的咨询 或者求助 就关于一些 叫做收楼的标准不一样 当他们去 叫做投诉 也不知在哪些部门投诉 包括说 他们说想要将这个问题 掃出法律 又不知道怎么去做 包括可能他们想说 我随便找一个 当地的律师去做 是不是当地的法院 会接受呢 其实不是的 原来在内地的法律 规定来说 一些叫做 我们属于涉外的案件 涉外的案件 他们是有一些地方的法院 接受一些地方的法院 是不接受的 当然了 假如刚才李先生所说的 有很多年轻人 在横琴那边去买房子 横琴的法院 是可以接受一些 涉外的案件 就是说 有关于澳门人 那些案件 它是可以交由 横琴法院那边去处理的 所以整个珠海 有关于澳门人的案件 就要在横琴那边去处理的 所以在买房子之前 都要了解一下 当地的一些法律 是的 的确实 可能大家对于 现在都是有意向出去买房子 但是对当地的法律 仍然是不太了解的话 都是建议先问清楚 尤其是要问清楚 如果有过来人就最好 否则真的很容易 可能前几年出现的一些事 又会重新发展 但是说大湾区置业 当然了 年轻人也可能都有考虑过 但是因为今年有疫情的需要 可能封关都封了这么多年 就是这么多个月 之后会不会想到 现在年轻人对大湾区的一些事 意向是不是还好似以前 还是已经有些改变呢 超伟 我想可能大家都有留意过 我早排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时候 变相来说 很多有些本身已经是内地 置了業的 一些澳门居民也都回不了去 其实呢 也都留意到一些言论 其实他们都有担忧 因为一个政策 我们现在讲的是 是湾区融合一小时的生活圈 但是因为疫情 变得好像每个地方的政策 都有不一样 所以变相来说 年轻人会有一个却步 会担心的 但是未来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而要阻碍我们去湾区购买呢 我觉得又不一定的 因为其实湾区的发展 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出路来的 也都有一些楼宇 相对来说是间年密尾 也都是一般市民都可以负担到 如果未来那个政策 能够有效落实 而且不会再出现到 好像我们今次这样的情况 叫做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地区有每一个地区的政策的话 我相信其实湾区自业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 一个优先的方案 因为其实有朋友 这段时间也有 聊天的时候也有说 湾区某些城市的 一些楼盘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也都 刚刚我所说的 也有个担忧 但是我都会奉劝他 就是说 一问了法律的意见之后 如果是可以的话 其实都建议他 会去湾区生活这样 其实现在很多青年朋友 其实都有考虑到湾区 在湾区那边生活 而不是走回本屋这边 比过往是会多的 因为过往可能 大家会说去珠海 或者甚至是 不要说横琴回珠海 其实大家都说 一关之下 其实是比较麻烦的 其实也很严麻烦 但是其实现在 各项的政策 其实配套 又单排车 又城櫃 各方面其实是 配套都相当的 是比较完善 所以比较来说 你是会多些 有动力去湾区生活 好 今天非常多谢三位嘉宾 然后我们今天讨论一下 青年事业和疫情下标 房地产的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 欢迎在我们直播的视频下留言 今天多谢三位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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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